梁家輝和葉童這對影帝影后 相隔多年再到合作 兩位現身電影慈善首映禮 很久沒有和傳媒見面的家輝哥 表現得相當鬼馬 還和葉童擺出心心姿勢 讓傳媒拍照 很久你們沒有合作 其實我們經常都有合作 合作一起吃飯 那不是工作 是娛樂 我們上次合作都在說幾十年前 我常常遇娛樂於工作 遇工作於娛樂 你也好 我比較專一一點 我是工作就是工作 娛樂就是娛樂 所以我們平時那些就是娛樂 是吧 我們這次就是工作合作 是 是 即是之前那次都忘記了 再是幾次 九幾年 那個好像是嗎 好多年 是 合作的感覺如何 因為這套戲都很有意義 老了很多 我啊 你說我 我說我 不是 我也是無所謂的 我工作又娛樂 所以無論相隔幾年都好 對我來說的感覺都是 每次和時事一齊都是這麼愉快 你把嘴就是 我覺得你真的變了很多 無論是工作同仁 哈哈 之前是怎樣的教育哥 之前沒有活潑 我覺得他 之前他可能有一些帥哥包袱 比較酷一些 現在開始就開始 那些包袱 沒得背 所以 沒有 變得比較輕鬆一些 丟掉所有的包袱 對 所有的包袱 對 現在活潑 越來越活潑 不知道為何 不知道是否 人家說的那些 反 不知道是甚麼玩 反老人 對 好像是那句 那是老的 人家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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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輝哥心情大靚 不知道跟最近榮星愛婦 有沒有關係 事關他的大女Coe 日前跟拍拖八年的男友結婚 沒甚麼感受 因為我拍完這部戲之後 我對於世間的東西 一切都沒有太大的感覺 我只是知道自己 練一刻的自己 是活在幸福 快樂 和感恩的狀態 見到女兒嫁 沒有感覺 他也有點不捨得 見不到她嫁 我真的不捨得 我這聽 想不想快點抱孫 期待 不是期待 是期待 當然是希望 他們希望 我相信他們也要做他們的狼狼 去滿足我這個想法 你也有給予女兒壓力嗎 沒有 我從來不給予人壓力 至於葉童近日 也有開心事 原來她和老公陳國希 已經結婚35年 日前他們還設宴慶祝 結婚周年是一個儀式 不是甚麼特別的事 但如果她忘記 我就會很生氣 每年都會簡單地慶祝 都要做一下 這是最好的 其實是一個提醒大家 我們走過這麼多年 然後 當初的感覺 其實 那一刻是會有緩醒的 所以 我也覺得是需要的 一些 好像很無聊的儀式 但我覺得是需要的 我會不會讓你推薦 我會不會讓你推薦 我會不會讓你推薦